台灣有一支特別的幫救隊成立九年了 救援都是新種臨書 他們十一月以後 要代表台灣到日本參加第三次新種壓救大會 站在道手庫 二十個的全文宴 特出一支輕鬆開國隊手 我看起來腳手很流的全文宴 其實在這補兵的身體已經嚴重的救所 沒什麼開來 它是花了很久的時間 並且斷了它的道手才能夠來道救 我就想放棄那時候 因為沒有人依靠 沒有人知道能體諒到我當下的心情 我知道說克服 克服 還是克服 另外一個刀手需要駿 肯定的時候是好好追求後堆 所以因為打工的時候發生意外 失去他的刀手 他就讓他沒辦法接受 老公他從來沒想過 要放棄他最愛的運動 還是要踏出來 既然要打就要踏出來 就喜歡就去做啦 不要怕人家怎麼看你 來自國隊新種臨書 都很愛幫救 所以做會造成一個刀球隊 雖然相反到身體的阻礙 老公他們從來沒在發怯 等到是拼死命在練球 來讓自己有更好的表現 而且他們打棒球真的 我覺得有時候比職棒那邊還要拼啦 帶他們出來打球 他又怕他們又增加他們受傷 因為他們 很難控制他們自己 玩到球他們就很拼這樣子 這場新種臨書的求求上 鎮壓身體的苦痛 不向明文的額頭 要繼續追求他們的幫救望 記者綜合佩戴